天津市纪委监委9月6日消息,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书记王福山涉嫌严重违纪委法,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,王福山生于1960年1月,天津市人,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,电信系铁道信号专业, 据官方简历,其试图履历主要分为两大阶段,交通系统,天津市河东区领导,齐先后在天津市交通系统工作了28年,在河东区任职6年,1984年从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铁道信号专业毕业后,王福山进入天津市地方险路管理局,从技术人做起,1995年任天津市地方险路管理局建设公司经理, 两年后调任天津市交通委主任助理,担任三年天津市交通委主任助理之后,2000年,王福山重回天津市地方险路管理局,任副局长,其后,地方铁路局相继改制,王福山于2003年,任天津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, 2005年调任天津市交通,集团有限公司当委书记,董事长,兼任天津市港险路,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,2009年,王福山离开交通系统,调任天津市河东区区委副书记,此后在河东区干了6年,先后担任河东区区长,区委书记, 2015年,天津港八十二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,天津市交通议书委员会,作为天津港危险化薪品,经营管理行业主管部门, 富有对瑞海公司违法违规,经营活动监管不利等责任,天津市交通议书委员会原党委书记,原主任母呆等员备处理, 2016年11月,已犯完估值首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,正是尔微信ID,XJBVSA注意到, 五代于2015年8月落马后,王福山接替其担任天津市交通委党委书记,并从当年11月起一间挑,同时担任天津市交通委党委书记,主任, 王福山接替其担任天津市交通委党委书记不久,就召开干部大会,总结82事故经验教训, 王福山当时在会上表示,82事故的发生暴露出许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 要深刻认识事故教训,深刻反思,至一反三,引以为见,前却避免悲剧重演, 2016年9月,天津市委员代理书记,原市长黄兴国,被宣布调查后,天津市交通委多次招财会议, 强调要兼职肃清黄兴国的恶劣影响,去年8月5日,就曾召开警示教育大会, 今天在做的都是我们天津市交通运输系统领导干部的关键上述, 是警示教育的重点对象,王福山在会上说, 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是根据天津的特点,天津的事情,天津的政治生态, 政治文化现状,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的全局性重大部署, 不只是一次简单的组织处理,立案处理工作, 也不只是处理向黄兴国行贿的人,圈子里的人, 更重要是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,从政治上,从党内政治生活, 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上,从清除圈子文化,好人主义等方面, 各基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共同警醒, 共同受教育,共同引以为鉴,提高认识,提高觉悟, 绝不能好了山巴忘了疼, 他还在这次会上提出要求, 要警惕十种人,关尼,蜘蛛人编织关系网,山带网,经纪人, 穿天喉,上船下跳,有时拍马, 打家户把分管领具当成私人领地, 两年人,尼岛将,变色龙,脱奖马, 以上这十种人,可以说是用俗腐朽的政治文化, 在当下的典型表现,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, 除了物件,2016年10月26日,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召开, 落实中央巡视组回头看, 反馈议政准改部署会议, 时任为党委书记,主任王福山书席并讲话, 王福山强调,要以银海林, 吴长顺,杨栋梁, 特别,是皇亲不安见魏晋, 魏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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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足用好版面教材,吸取教训, 深入开展警示教育,要健全制度, 把规矩挺在前面, 正式而微信ID,XJBZSA注意到, 今年3月,王福山不再担任天津市交通委主任职务, 不过继续担任天津市交通委党委书记, 并负责天津市交通委全面工作, 值得注意的是,王福山不再担任天津市交通委主任之后, 天津市交通委主任, 这个课位一直空缺, 至今已有五个多月, 此方王福山未宣布调查, 天津市交通委赞无一把守, 王福山典立王福山, 南,汉族, 1960年1月出生, 天津市人, 1984年7月参加工作, 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, 正高级工程师, 1980年9月到1984年7月北方交通大学, 电信系铁道信号专业学生, 1984年7月到1986年1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大修队实习生, 技术员, 1986年1月到1987年10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, 维修处生产经营科干部, 1987年10月到1988年3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团委副书记, 1988年3月到1990年10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事业公司副经理, 经理, 1990年10月到1993年9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生产计划处干部, 1993年9月到1995年12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生产计划处副处长, 1995年12月到1997年12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建设公司当委副书记, 经理, 1997年12月到2000年11月, 天津市交通委员会, 市政府统安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, 综合计划处出向, 1997年3月到1999年1月, 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, 研究生可乘兼修班学习, 2000年11月到2003年4月, 天津市地方写入管理局副局长, 2003年4月到2004年5月, 天津市写入集团有限公司当委副书记, 总经理, 2004年5月到2005年12月, 天津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当委副书记, 总经理, 天津市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, 兼, 2002年3月到2005年1月, 在中央当校在职研究, 升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, 2005年12月到2007年12月, 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当委书记, 董事长, 天津市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, 兼, 2007年12月到2009年5月, 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当委书记, 董事长, 2009年5月到2011年11月, 天津市河东区委副书记, 区长, 区政府党组书记, 2011年11月到2011年12月, 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, 区长, 区政府党组书记, 2011年12月到2015年9月, 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, 2010年6月到2013年1月, 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高, 即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学习, 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, 2015年9月到2015年11月,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书记, 2015年11月到2018年3月,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书记, 主任, 2018年3月到2018年8月,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书记, 负责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全面工作, 正式而微信ID, xjbzse正告王书教队, 范锦春。